大家好,我相信在机场工作的朋友,这两天,就是我所知是昨天和今天,就一定是忙过不逆落负,为什么? 因为政府规定在机场的员工,在这两天一定要完成检测,所以今天我自己都要去这个维全体育馆的检测中心做检测, 不过呢,歧视就发生了,在昨晚呢,我们很多的朋友或者同事呢,都不断就想着去预约,但是预约不了, 说原来维全体育馆是8点钟开门的,所以8点15分左右我就去到, 但去到的时候呢,我已经见到有一帮人就已经聚集了在这里,而且就很不满的, 那我就白白怪怪,我就看一下什么事了,原来他们说呢,在他们来到的时候, 他们8点左右左右来到,没有人开门,再在那儿聊聊天啊,或者在那儿等的时候呢, 才有个职员呢,走出来,贴张通告,就告诉他们听呢,今天卫传检测中心是不开的, 他们听完,现在生气啦,因为原来他们全部呢,就刚刚呢,就开完通宵间, 在机场呢,就坐车出来,打算做检测的,那我听见他们这么说之后呢, 那我就跟他们说,那我们应该去哪里呢,那他说, 那职员都好,跟他们说,叫他们去沙咀渡游乐场检测中心, 那他们就不会去,那我说,不要紧着, 声音师姐,不如等我呢,就响读,带你们去这个沙咀游乐场检测中心, 而且呢,最舒服,最方便的途径呢,就是行天桥,为什么呢? 因为全湾区就被誉为全香港最多天桥的一个地方, 好了,那沿途的景色都不错,好了,不说那么多了,那不如我们去片子吧。 好了,如果坐地铁来的朋友呢,就记得了,就要在荃湾地铁站的A出口, 南风中心那个出口处,那一出门口呢,就不要向前走, 是出了门口之后转左,那现在大家见到呢,这个就是南风中心, 那我们不是要去南风中心这个方向,我们呢,反而是在这一边, 就会见到有个天桥的入口, 好,那走到这里呢,就会见到一个很简单的路线图, 那大家可以见到了,其实呢,我们现在身处就是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去的呢,就去这个沙咀游乐场,就是这里了, 那沿途呢,大家会见到一个景色都挺漂亮的, 是两旁呢,都种了花的, 那我们要一路向前行啦, 一路向前行呢,在天桥的左手边呢,大家见到这里呢, 就是全湾的街市街街街市, 那只要我们向前行呢, 就会途经学校和阿丽山社区中心, 那左边这里呢,就有一些旧楼啦, 那就一路向前行,前面就是City Walk啦, 那一路向前行呢,就会在右手边呢, 就会见到有阿丽山社区中心, 那就继续一路向前行, 那那沿途一路走呢, 就是见到全新天地, 那跟着呢,就沿着这一条的天桥呢, 那走下去,那前面就会见到有部电梯的, 那那这边呢,就是阿丽山社区中心, 在右手边就是阿丽山社区中心, 沿途风景都很漂亮的, 那那前面这里呢,就有部电梯啦, 那如果呢,大家是坐这个地铁的话呢, 其实都不难的, 那那大概呢,由荃湾地铁站呢, 走来呢,大概例如5至8分钟左右呢, 那如果坐巴士来这个荃湾沙咀道检测中心的朋友呢, 其实你们可以在机场的话呢, 就坐A31, 又或者你坐其他巴士到荃湾, 而是逃经沙咀道的呢, 那你们就留意了, 可以在车大概去到荃湾的Citywalk啦, 或者是荃湾的大会堂呢, 那你就要好下车啦, 那就视乎你那辆车, 那里的站是在哪里呢, 好,现场直击呀, 现在来到呢, 是沙咀道球场啦, 那见到呢, 检测中心呢, 是开的, 人流呢是非常之疏落,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做检测, 快点来沙咀道球场, 不要拖得太压, 因为我担心呢, 压一点就会多了人来的, 那希望各位, 师兄师姐, 各位手足, 早点来了, 现在这里就是沙咀道游乐场, 那很快就做完检测, 其实前后都大概五分钟左右, 透过这次的事件, 另外也都加深了另一个体会, 没错, 开通宵间的朋友, 坐巴士来到, 发觉不开, 很不开心, 但是沿途跟他们聊聊天, 那他们就开心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们呢, 遇到一些突而其内, 是我们本身没有预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不开心是没有, 你生气也没有用, 与其那样不如呢, 我们用一个正向思维, 去想那件事, 开开心心地去面对, 想一个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将这个问题, 解决了它, 那就更能开心, 是不是?